大家好 炒芹菜直接下锅炒就错了 今天教你一招 炒出来的芹菜脆嫩入味 好吃不晒牙 首先我们把芹菜的老根切掉不要 再把它切成三公分左右的长段 切好以后放进大碗里面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装拌一下 放在一边浸泡五分钟 下面准备一块生姜切片 再切成起司 切好以后放进碗里面不用 准备一把大蒜切片 切好跟生姜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把小葱 将它切成长段 切好后放进碗里面不用 再准备一根红椒 对半切开 切成细丝 切好放到碗里面不用 最后准备一块瘦肉 先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 再切成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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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半只肉丝完全入味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往里面打入一个鸡蛋清 像这样我们的肉丝就已经非常的滑嫩了 再加入一勺淀粉 锁住肉丝的香味 如果你不会腌肉丝 记得点赞收藏 锅中水烧开 倒入一点点水用油 然后把青菜倒进去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 太长的话青菜的口感就不脆嫩了 焯水30秒 把它捞出来 锅里面加入少许的水用油 倒入葱姜蒜爆香 炒出香味以后 再把青菜倒进去翻炒 翻炒一分钟 再把肉丝倒进来 红椒四叶加进来 快速的翻炒均匀 现在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生抽 把它翻炒均匀 这样炒出来的青菜脆弄入味 营养又美味 好吃又下饭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是当地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长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